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我是刘文秀 新闻一开始,那个来关心的是一年一度的Plate by Plate公益晚会 将在洛杉矶盛大来开幕 而您不只可以在这边品尝到美食,还可以响应公益来帮助亚裔社区 既可以享受美食,又可以响应公益的好机会来了 一年一度的Plate by Plate活动将在本周六傍晚在洛杉矶市中心的California Market Center举行 这个公益晚会上,参加的来宾可以品尝到洛杉矶当红餐厅 像是Republic Soto以及众多餐饮业者所带来的美食和饮品 而由美国四季酒业公司代理的中国国酒茅台 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赞助商 在现场,贵宾可以品尝到由贵州茅台调酒 Bobo7特调的茅台珍珠奶茶 而在贵宾席上也邀请到了知名酒吧 为参加者提供精调贵州茅台鸡尾酒 今天新闻发布会上,主办单位对这次活动的详细信息向公众做了介绍 我们今年有30个餐厅会参加play by play 我们有22个beverage vendors 会来 还有也有几个VIP餐厅 所以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可以收到2万块给CPAF 还有CPAF现在他们是需要钱 我们愿意帮助CPAF是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公公司 可是他们比较小 我们每年喜欢选个比较小的公司来帮助他们 因为大的公司钱是很多了嘛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赚给他们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钱 可以帮助最多人 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呢 是有一个文化交流的因素 它有很多这个餐厅会参加这次活动 所以呢 这样呢和我们做代理的这个茅台酒呢 这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play by play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 project by project所举办的活动 组织每年都与不同的亚裔团体合作 号召职工帮忙募款 美国司机茅台酒业在美国已有33年的历史 多年来共同合作参与了许多社区的公益活动 也一直是play by play的自身活动代表 这次活动作为有限 大家行动要快哦 关于锁票信息 民众可以登陆官网进行详细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